你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请你喝杯咖啡吧 请我喝咖啡 叶小姐 我可爱的叶小姐 你又喝咖啡是吧 可以 但是我想借着个机会呢 介绍一下我们认会的一些基本礼节 在我们约会的第一个月呢 鉴于我的工作压力啊 时间呢 还有对事业的野心呢 在工作之内 我们一天只能通四次电话 为了公平起见呢 那就各自主动拨给对方桿子 头两个星期 任何约会呢 必须提前24小时之前预约 在约会的过程中呢 不能迟到 不能早退 我会付所有的账单 买礼物 买鲜花送给你 带你去度假 而你呢 至少陪我看场球赛 亲自帮我煮一顿饭 然后给我一次机会 知情接触 不 我们只保持双边联系 不能与对方的父母亲友 有任何的来往 以免到时候我不要你的时候呢 你受到的打击太大 如果一个月后呢 我们不讨厌对方 我们可以考虑 恢复原本的豺狼本性 舍蟹心肠 拿出自己的真本领 来驯服对方 这么麻烦啊 我是在帮你理理头绪吧 安排一下时间 看得出你好像有点神志不清了 这么麻烦就算了 我吧就是因为 昨天你亲手帮我泡了一杯咖啡 我想还你个人情 才邀请你的 你千万别以为我喜欢你啊 我可不想 听到你的玻璃心 破碎的声音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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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